你知道五行是什么吗 金木水火土 还是柴米油盐和铁元呢 在传统观点里面就是这些 但是对于大军史家刘伯承来讲 战场上的五行 是任务 地形 时间 敌情 和我情 有了这五行在手 就可以做到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所以无论是抗战还是解放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受长率领的部队 都能屡立其功 刘邓大军这个名号 走到哪里都足以让敌人退避三射 所以我们今天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故事 就是刘伯承五行战王维 黄维何几人也呢 此人毕业于皇甫一期 是个宝都师叔屡立战功的人 从北伐到抗战 王维可以说是一个很出色的军人 因此1938年就当上了18军军长一职 更难能可贵